高雄市113学年度高中以下新卸任校长布达纪交接典礼 日前在小岗社教馆来举行 副市长李怀仁颁发106位的校长聘书 也致赠纪念品给18位退休卸任的校长 他感谢校长新传教育圣火 也祝福退休校长们退休生活圆满顺行 113学年度新卸任校长布达纪交接典礼 在小岗社教馆举行 今年共有18名退休卸任校长 副市长李怀仁致赠信坦杨芬的讲座 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教育的无私付出 今年度新任及异动校长共有106人 副市长李怀仁致赠时感谢全体校长 多年来协助市府推动教育政策 为高雄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未来的各位校长身为教育的领航员 我们要带领教育热诚秉持着 雄爱学互教育的精神 持续引领学校预注活水 以国际跨域共荣勇气的核心主轴 培育我们高雄的新世代学子 为城市继续打造瑞变的能量 另外高雄市各级学校 今年不论在教学品质 科学研究及体育竞赛方面 都有优异的表现 顶礼上李副市长也一再肯定 校长们的努力 高雄市过去一年里面 在各位校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深根本土教育活落国际交流 展现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 我们致力于整合各界的资源 弥贫教育的落差 我们积极带领学生挑战各项的竞赛 积极参赛累积经验 重点是我们还旅创夹击 其中新卫国小校长林淑芳 即将转任民意国小 青年来她推动客家文化传承 也有优异的表现 即使到了一所六规区 唯一的客庄的学校 那我本身非客家人 不过呢 为了学校传承客家文化 以及附赠客家语言 所以其实在这七年来 我对于心灰在地的文化 所有的祭典也好 还有活动也好 那另外学生的客家语言的推动 也都非常的努力的在进行 电理过程充满离情 李怀人祝福所有退休校长 都有美好的退休生活 而人生下个阶段 也都能够圆满顺利